仍然今天是講武術 中外的武術都是非常豐富的材料 學校一定不教 但是我們不妨不知 因為它包括了很多學問 其中有神學、有民族學 有另外一個民族學 這個就是族語的族 一個就是民族群的族 另外還有很多關於心理學 神學或者宗教學的問題 都在這個武術裏面可以伸延得到 所以有興趣的人 對各種科學 各種社會科學都有 絕對追求的心態 聽這個節目就會得到一些課本之外得到的知識 今天繼續講就是講西方的武學 那武術在西方來說 最主要發生的地點都是歐洲 歐洲的背景大家都應該清楚些 就是它是一個耶教 現在叫做基督教 其實是耶穌教的一種反對的運動 那是否反對耶穌教呢? 耶教呢? 那是未必 但是耶教是一個一神教 一神教的特點就是它只有一個神 其他的神呢? 是否有呢? 根據牧師的神父所講呢? 是有的 但是呢? 但是呢? 他們都是低於他們的那個神 一神呢? 那時候沒有名字的 叫做那時候的名字呢? 沒有名字之中呢? 在猶太人的心目中呢? 他們叫做耶威 後來呢? 叫做耶和華 是不能夠宣諸厚的 也等於呢? 這個阿伯拉罕的成存下來的宗教 猶太教 基督教 回教 都是一個神 回教的那個神呢? 就叫做阿賴 阿賴是真神 也是不能夠宣諸厚的 也不能夠有形象出現 所以呢? 在回教的教堂裏面呢? 是沒有一個 他們阿賴的樣子 是不能夠見到的 好了 那又說說 一個話題 一個節外生之的話題 不過這個節目是 很豐富的 其他的知識 為什麼叫做回教呢? 原來呢? 這個呢? 是中國人呢? 看到那些少數民族 回額人 他們呢? 信這個教 所以呢? 就回額人信了教 他們就回教 是這樣來的 那麼 在正式的譯名 可能是伊斯蘭教 伊斯蘭呢? 就是他們的稱號 穆斯林這個是信教的人 教徒就叫穆斯林 是有區分出來的 所以大家請在閱讀的時候分清楚 這些也是一般的普通常識 不留不知 講回正題 這個反無這個活動 為什麼跟基督教有關呢 現在我們叫做基督教 其實Christian這個字 是包含了很廣泛的意思 包括舊教 我們稱為天主教 天主 Catholic Roman Catholic 這個是 天主教是利馬鬥 萊華士 參照中國的古書 是定名的 那麼 再到馬歷遜來的時候 就譯了做為基督教 Christian Christianality 這個基督教 其實就是一個統稱 包括了新教 新教有三個石 有三個不同的最主要的分支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他們 首先 在 教堂釘下去 掃說天主教的 罪 或者不是的時候 叫做馬丁路德 為一個宗 另外呢 Kevin 是一個宗 還有一個宗 就是 亨利八世 因為 教皇不肯承認 他的離婚 和取新的皇后 所以 他又另立自己一個宗 就變成 這個最原始的三個 新教的宗 但是 天主教來講 他們都稱呼 這些新教 為 誓反教 法誓要反對他們的教 但是現在都沒有人說 也是說 基督教 基督教 其實包括 天主教 和很早分裂 在 十一世紀 105年分裂的 東正教 現在在俄羅斯 及 蔡布魯斯 有他們的 教目 而呢 他們的 信仰呢 是跟 天主教 一模一樣 只不過呢 他更加 保守 更加嚴肅 他們的 尼撒 一天呢 是可以做五次的 信的人呢 是很虔誠 我親眼呢 在 這個 羅馬尼亞 見過的教堂 是相當之 嚴肅 的 尼撒 好了 除此之外呢 還有很多 新興的 新教 他們呢 都是 道立自主的 他們 不歸教皇所管 也有一批呢 就是 很早期 已經不受教皇所管的 譬如 埃及的天主教 阿爾巴尼亞的天主教 這些等等呢 都是 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分支來的 不過他不提屬教皇的管理 這樣解釋 這也是信三合體 信聖子 聖靈 聖父的 信仰 都是根據聖經 新約舊約的指示來做的 唯有一些呢 不同 就是 所謂 魔門教 所謂 信妄台 這些呢 是 他們 現在的 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 或者中正教 完全不同 他們呢 是不相信 三位一體的 所以呢 這個 舊的 天主教 或者新的 基督教 都是 不認為他們 是二端邪說來的 幸好 現在呢 這二端邪說呢 就不用消死 所以 否則呢 這個也是一個 強烈的鬥爭 好了 那麼說回呢 無教呢 就因為呢 這個無術呢 就是 和這個 既有的宗教呢 的秩序和規定呢 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呢 一般來說呢 都是認為是 二端邪說 那 二端邪說呢 就剛才說了 是要毀滅的 要消死的 那 為什麼它是 二端邪說呢 最重要是因為呢 就是 就是 他們 他們 武術 是運用了一些 他們認為 會 有 奇異的能力 超自然的能力 能夠 完成一些事的 譬如 他們的 武術 有咒語 有另外一種 預言的力量 有占卜的力量 有聲像體聲的力量 這些等等呢 都是可以使到 事情 能夠轉變 或者發生 他們這樣說 實際上是什麼呢 這個呢 兼人兼智 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這些超自然力量 偶然成功之後呢 那些武術呢 就覺得 它是運用到一些 那樣樣的力量 來戰勝 自然 那這些力量 又並非是來自 上帝 又不是來自 宗教 那這些力量 在宗教上 是不是覺得 是 邪呢 當然啦 當然 覺得是邪啦 那所以呢 那 所以呢 這種呢 這樣的 方式呢 無論是 白毛 白的 武術 或者是 黑的武術 都是呢 需要 毀滅的 這些 乃是從魔鬼 紀律教的說法 就是從魔鬼而來的 這些力量 那 這裡就提我 說說呢 我也親眼見過呢 有一個 有一本書 這本書呢 是中國 相當出名的 《易經》 造成的 一個 現象 《易經》呢 就是 講到 甲骨文 甲骨文呢 它有很多 當年 占卜的能力 那 古時呢 譬如商朝的時候呢 人呢 商朝的人呢 商人呢 就是 利用到 這些 這樣的 疫經 的占卜能力 還有呢 他們呢 一些大事呢 要求 上天呢 給予一個 指示 那 他們呢 燒一些 牛旁骨 或者 龜甲 看他的 列文呢 由這個 祭司呢 來到去 解釋 那通常來說呢 他們很相信 這種 這樣的 天啟 所謂天啟呢 就是 上天指示的 力量 那麼 在基督教的 民室 的一方呢 就認為 這些 是 非常 之 離經背道的 魔鬼的 講話 於是 乎呢 這位 死了 丈夫 丈夫是一位呢 研究 甲骨文的 專家 他 在死後呢 他 那個太太 和 那幫 教友 就用很尖銳的刀 很大力地 去割爛這本書 這本書呢 在我 在舊書的 舊書 親眼見過 也 拍下照片 為什麽他們的心中 這麼憤恨呢 就因為他們認為 這些 這樣 這樣 的 行為 占卜行為 是 違反了 教義 違反了真正教育 就是 是 這個 魔鬼的 法術 那這個 也等於 獵巫 的一個 原因 他覺得 毛 就是一種 魔鬼 寄予的法力 於是 他們就要消滅它 要徹底消滅它 憎恨它 通恨它 你說這些 是不是一個愚蠢的行為呢 我就認為 是一個 極致愚蠢的行為 好了 下半段 我們繼續說 聶毛這件 大事 在歐洲 是一個 非常大的歷史的事實 待會見